第609集 太古 东南的卫面缺口处 也不知过了多久 黑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耳力笑声 太古大军最前方 数百万的法修弟子瞳孔猛然收缩 在他们视野之中只见一片狭小的黑影 由远处的地平线下飘出 只是一眨眼的 那狭小的一片黑影便拉长成一条数万公里巨大的黑巢 那黑巢中一对对漆黑阴邪的恶魔之意 啪啪地震动着 迅速向太古的卫面接近 魔族来了 一名法修看清那黑巢之中 头生鸡脚 泪生双翼的恶魔形象 猛然回头大叫起来 轰的一下 两处卫面缺口处 寂静不动的太古大军轰然震动 原本盘坐于地的太古强者们 获得睁开眼泪 目中寒光四射 手掌一伸 一把拔出身侧 插入土中的长刀 猛地站起身来 一双双眼睛越过层层空间 望向了卫面缺口外的地方 一股如海潮般的气势 突然从密密麻麻的太古大军身上涌出 无数的人释放出的气息 在虚空中连成了仪器 形成了一片山崩海啸般 挤欲令人窒息的气息 准备 人群之中 在静位分明的阵列之中 一名圣殿人员举起了手中 寒光四溢的长刀 准备 同一时间 人群的其他地方 一名名圣殿人员也举起了手中的长刀 哄的一声 又是一声大地震动 整个卫面似乎都震动起来 无数人员齐齐地踏出了一步 让人产生一种大地震动的感觉 嗡的一下 数以万计的恶魔 同时震动着恶魔之意 那声音响彻长空 声音层层叠叠 令人产生一种窒息的感觉 人族 远远地 看到太古卫面缺口处密密麻麻的人影 一个恶魔眼睛咕噜噜地转动 兴奋地叫道 太古人族 杀了他们 第一波逼近的太古恶魔们 不但不惧 反而兴奋起来 一个个立笑着 眼中涌出一股股残忍的血色 踏平太古 杀光人类 为了伟大的第十四主神 密密麻麻的恶魔 疯狂地叫嚣着 双翼一阵 铺满了整个虚空 仿佛黄群一般的恶魔 速度猛地激增数倍 带着一抹抹残影 飞速地向着太古卫面而来 半途之中 又一分为二 分别向着太古东北 与西南的两个卫面缺口涌去 嗡嗡的恶魔之意 震动之声 贯彻长空 数以千万计的恶魔 绵绵不绝 铺天盖地 几乎将众人视野 所能看到所有的空间所占据 想要灭亡太古 就是这些妖魔们 未灭缺口前 一鸣鸣法修冷冷地注视着 前方越来越近的黑巢 这嗡嗡的震动之声 在耳中也越来越响 但法修们心中没有惊恐 只有一丝仇恨 犯我太古者 为杀而已 西南西北 两个巨大的卫面缺口前 密密麻麻的太古人族 威然不动 杨首 望着清明之中 仿若落下潮水一般的恶魔 眼睛眨也不眨 来吧 来吧 众人的心中怒吼着 近了 越来越近了 卫面缺口后方 一排排站立如山的太古强者 紧了紧手中的兵器 骨节相震 发出一阵洪亮的骨骼翠响之声 一双双如紫叶般的毛子 慢慢地抬了起来 看向外面缺口 越来越近的妖魔们 就在法修与魔族第一波 即将接触时 天空骤然一暗 九星光滑眼去 在黑暗的最深处 翻腾出一片可怖的金光 轰隆一声 突然一道巨大的神阀之雷 重重地轰落在太古的卫面之上 神阀之雷还没有落下 似乎感受到神阀之雷中 蓬勃的毁灭力量 整个卫面都颤抖起来 一阵蓬勃的白光 从内部涌出 化为一道巨大的光柱 喷不而上 与上方落下的神阀之雷 撞击在了一起 咔嚓 神阀之雷 刚被四象之力抵消 密密麻麻的妖魔后方 距离太古卫面 近百万公里的虚空之外 突然涌现出大股的黑云 那黑云铺天盖地 云层之中万道闪电 从四面八方绘制中间 化为一道更加大的闪电 从虚空披露 就在巨大的闪电披露时 乌云下 虚空骤人迸射出万道电花 当万道电花泯灭 一座由数万丈高的 巨大黄金神体 凭空出现在了战场后方 在第十四主神 庞大的杀戮神体脚下 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座 幽名祭坛组合而成的 巨大灰暗金字塔 悬浮在虚空 缓缓地转动着 金字塔周围 一缕缕肉眼可见的 杀戮之气 由宇宙四面八方 疯狂地涌入金字塔内 第十四主神的气息 越来越强了 第十四主神庞大的神体 横更在宇宙之中 半个身躯隐没在虚空中 那滚滚的黑云之上 半个身躯裸露在外 无穷的阴影 随着天空隆隆的雷光转动 将第十四主神 衬托得无比威严而可怕 第十四主神 横更于战场的大后方 发出一道试探性的 神阀之雷后 便不再出手 只是远远地观望着战场 似乎并不于在一开始 便与四大至尊交手 当神阀之雷连去 九星附现于浩浩虚空上方 天地又回复了一片清明 那茫茫的恶魔 已经离两处未面缺口 越来越近了 眼看离太古未面的 两个缺口越来越近 而那些身着奇异的人类 却依旧一动不动 恶魔们产生了一种强烈 被挑衅的感觉 一个个立笑起来 疯狂地扑向了 未面缺口外的法修 准备 未面缺口外 一名负责这批法修的强者 突然抱和道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百万法修垂于身侧的右手 同时抬起 五指掐动了法掘 百千丈的距离那是眨眼而过 如江海一般的恶魔震动着肉赤 带着呼呼的坠笑之风 扑向了法修大阵 一眨眼便将法修大军前的虚空湮灭 哈哈哈哈抓住你了 最前面 一个恶魔眼看着眼中 越来越近的一张人类脸庞 凝笑一声 闪电般地伸出了手掌 就在手掌快要接近 那名人类的时候 这名恶魔突然看到 眼前的人类抬起头来 眼中露出一丝讥讽的神色 恶魔眼中还是没有明白 他到底在弄什么玄虚 耳中便听到乍蓝般的巨贺 多 百万法修大军 齐齐恰动震觉的声音 汇成了一股音爆 在恶魔的海潮中爆炸开来 多字出口的刹那 百万法修大军前 十万公里内的空间 一缕缕金色的细丝 突然浮现在黑暗中 并且迅速 以令人不可置信的速度 在虚空之中来回愚转 一动念的时间里 众恶魔们便发现身下的虚空 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 意义难明的古怪符文 砰的一下 一到半径 达数百丈的通明火焰 突然从虚空之中窜了出来 腾上了数千丈之高 眨眼之间 并将数以千计的恶魔吞入其中 只听得惨叫连连 这些恶魔根本连反应 逃脱的时间都没有 便在这火焰之中 爆成了一团团灰烬 抛洒开来 巨龙咆哮 虚无之中 突然凭空钻出了十多条 芒甲壁线的巨龙 溥一出现 便像闪天般向天空钻出 只听得一声声 喷喷响声 无数恶魔 被这些巨龙轰成了碎片 一道金色的光线流转 眨眼之间 一排五色的漩涡出现了虚空之中 漩涡之中产生强大的吸力 一个个正奋力向前飞去的恶魔 在那巨大的吸力作用下 硬生生地被扯入漩涡之中 方圆数百公里的广阔虚空 被分隔成了无数块 每一块空间上都亮起了 一道阵法的光芒 短短的时间之内 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 亮起了无数的阵法 无法 这是无法 一名恶魔惊叫着 声音刚落便被一道火蛇吞没 魔族对于法术一无所知 更别谈阵法了 只是看到那符文下意识地 便想到了魔界的黑巫师一族 只以为也是某种巫术 一眨眼的时间呢 原本甚为拥挤的空间 凌落了不少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焦臭味 幸存的妖魔 嚣张地依旧向前飞去 百万法修就在眼前呢 银白的老者再次说道 准备 这恶魔们飞得更快了 日而 就是飞出了数十丈 突然之间下方 传来一阵阵呼呼的响声 法修前方 十万余公里的黑暗虚空中 突然之间亮起了一排排 数十万公里的金色丝线 一缕缕金色的细线 仔细数去 竟然有百万之多呀 随着法修们手绝掐动 每一道金色丝线上 都腾起了一片 宽游数万公里 高达数万丈的红色火焰 这些通红的火焰 如同利刃一般 喷吐而出 将一条直线上 所有的妖魔 焚烧成了粉末 只这一下 一击百万计的妖魔 便被这道阵法消灭 余下的妖魔都不足万数 被法修们放出几个竖法 都已经彻底的消灭干净了 魔戒的妖魔 数以一一计 近千万的妖魔一眨眼 便死在了法修的阵法下 但余下的妖魔 依旧是源源不断 迅速地将前方因妖魔 死去空出的空间给占满 杀 杀死人类 恶魔们尖笑着 与之前相同的场景 再次上演 同样的场景 也在西北的外面缺口处上演 一阵光芒闪过 大片大片的恶魔 怪叫着 就在法修面前 化为了飞灰 千百丈的距离 似乎化为了一片 不可逾越的距离 没有一个恶魔 能触碰到 法修们的鼻子 战场后方 安吉古德大人 那些东西 有些古怪啊 我们是否应该派遣 高级妖魔前往啊 一名天魔神将问道 这名天魔神将 开口询问的同时 一旁 九名王朝大帝的目光 也同时 集中到了 安吉古德身手 不必了 安吉古德一挥手 拒绝了这名 天魔神将的建议 提起妖魔 我们魔戒 要多少有多少 最不缺的 就是这些低级妖魔 而且这些 低级妖魔死了也好 本座 另有大用 至于人类 这些奇怪的法阵 等他们耗干了能量 就是了 不必在意 再强大的法阵 也需要靠能量来支持的 安吉古德以前 虽然没有见到过 法修的法阵 但却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这些法阵的缺点 让法修的法阵 能量耗尽而破除 这个过程中 自然要死亡大量的妖魔 但魔戒 最不缺的就是低级妖魔 是 安吉古德发话后 诸人便不再有意义 陪着安吉古德身边 静静眺望着远方 如乌云一般的恶魔战场 属于百万级的阵法 布满了这片虚空 各式各样的阵法 不断地发动 大量的妖魔 深化飞灰 阵法覆盖的范围内 妖魔焚烧后的尸体灰烬 被狂暴地乱流 搅得是满天飞舞 时间 慢慢地流逝 各种各样的法术 配合着法修一脉的阵法 不断地亮起 密密麻麻的恶魔不断死亡 而更多的恶魔 却是汉不畏死 一个个前仆后进 丝毫不畏惧 法修阵法的威力 事实 也正如 安吉古德所言 法修的阵法 虽然强大 诡妙 但是终究是需要 法力支持的 大量的阵法 很快便因为能量极具消耗 而变得暗淡起来 大量的妖魔死亡 所带来的损耗 远远超过法修们 补充法力的速度 准备撤退 眼看法阵的光芒越来越弱 一个个法阵 不断地陷入沉寂 西北西南两处 法修首领 同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而此时 魔戒军团 已经留下了 禁异妖魔的尸体 法修大军 却是丝毫未损 又是一阵厉笑 混合着无数肉异 震动的声音 又是一波近千万的妖魔 铺天盖地而来 那一双双阴邪的毛子 闪动着疯狂的光亮 远远看去 就如一群野兽一般呢 多 在这一波恶魔 再次扑来的时候 两处缺口处的法修 发动了最后一个竖法 数百万只的手 掐动了同一个法掘 哭那一声 就在密集的恶魔 扑到法修身前的刹那 半径为十万公里的范围之内 突然亮起了一片刺目的火焰 指一下 半径十万公里的虚空之中 所有的妖魔 全部被清空 指着一击 便带走了三千多万的恶魔 法阵强大的攻击力 尽显无一样 在后方 感觉眼前一亮 前方所有的妖魔便消失了 余下一片广阔的空间 一个个妖魔愣住了 尖叫声嘎人而止 不可置信地瞧着前方空旷的虚空 又看了看前方大片的空白 后方的妖魔都惊住了 一时不敢再往前去了 全力撤退的两方法修首领 同时呼和道 随后 卫面缺口之外 密密麻麻的法修大军 开始往太古卫面之内撤去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看到法修大军开始撤退 这些妖魔们才明白 顾虑是多余了 这么多的妖魔 没有杀到一个人族便飞灰烟灭 众妖魔顿时大受刺激 一股股疯狂的血色 在瞳孔之中扩散 一阵仰天长啸之后 茫茫多的妖魔 气急败坏地 扑向了撤退中的法修大军 神后高手听令 准备出手 西南卫面缺口的太古大军后方 一名圣殿掌控者下令道 砰的一声 声音刚落 大军后方 八十万黑袍神后大军的目光之中 闪过了一丝光亮 宽踏的衣袍 无风鼓动起来 卫面缺口之外 百万法修大军 飞速地向着卫面缺口涌来 就在法修大军的最前锋 挤满了宽达 数千里的卫面缺口时 数千神后高手 一袍一荡 带着一道道残影 略过层层空间 均匀地出现在卫面的缺口中 没有说话 大手一挥 未面缺口处密密麻麻的法修大军 瞬间 背着近千名神后高手 收入到领域之中 只至一挥手之间 约十万名的法修弟子 便消失不见了 完成之后 光影一闪 这些神后高手 便掠回到大军后方 再次挥手间 所有卷入领域中的法修弟子 被带到了后方 后方的法修 很快又涌了过来 在前面的法修 再次达到卫面缺口之前 又是近千名的神后高手 跨过层层虚空 出现在卫面缺口处 如此失为 几夕之间 所有的法修 全部被转移到了大军后方 而没有被来得及 转移的法修 也被卫面缺口边缘的武修 转移到了后方 杀了他们 为了第十四主神的意志 无穷无尽的恶魔尖叫着 疯狂地向着 宽达数千里的 卫面缺口涌去 没有了卫面之力的限制 妖魔们的实力 不再受到压制 四面八方 犹如过江之己的恶魔 疯狂地涌来 巨大的卫面缺口 与太古大军之间 还留有一段千丈的空地 往后是密密麻麻 犹如江海一般 看不到尽头的太古大军 近了 近了 越来越近了 眼看恶魔们 已经逼近未面缺口 一队队恶魔之意 都铺满了视野 但犹如钢铁洪流的 太古大军 却依旧不动 千丈 百丈 第一排 在千里范围之内的 太古大军 瞳孔随着恶魔军团 飞速略近 而慢慢地收缩 瞳孔深处 泛起一缕缕 射人的寒芒 在寂静中 隐约可以听见 一只只拳头 握紧时发出 清脆的骨骼声 五十丈 当密密麻麻的恶魔 跨过西南的 卫面缺口出现在太古大地 相聚太古人族 不过五十丈的时候 如铁塔一般 一直不动的太古大军 终于动了 太古大地 默然发出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咆哮 整个卫面都在这咆哮之中 似乎在颤抖 密密麻麻的妖魔 听到了这惊天的咆哮声 也不由全身站立起来 看着下方 目光闪烁着 疯狂战役的太古人族 一个个恶魔之眼中 出现了极度的惊恐